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要少一点东西跟多一点东西 那从我现在的外形应该看得出来 我不就少一点东西跟多了一点东西 她要扮一个男生 然后她也每天在想要不要塞袜子啊 对 所以我们三个男生也都不停地准备一些各色各样的袜子 还有各种尺寸的给她 其实这我也很苦恼 因为我一直想让自己变成女生 然后没想到越演越男生 之前那个角色还是个帅气女生嘛 现在是完全是男生 所以我想 我不知道耶 可能大家比较希望我是 因为你太帅了 可能比一般的男生都还帅 可恶 有可能 所以我想可能是大家对我这一条 这条系路比较期待 所以我会先好好完成这个角色 那后面会变成什么样子 其实我也不知道 而这是毕书靖第一次主演偶像剧 她先前最担心讲台词的部分 由于角色设定是个不多话的人 可以稍微喘一口气啦 要演的角色名字叫魏晴阳 那她的歌姓其实还蛮像我私底下的样子 就是帅不讲话 帅 我是开玩笑的 谢谢大家 目前拍的近况来讲 其实还没有到那么多的台词 那到时候可能会一直加戏 那就是我觉得 因为这几场都是 我拜托经纪人说 要在我旁边一直不断的念给我听 然后跟我对戏 然后就是听一下我口语 这样讲会不会台 或者是会不会有韩文枪 或者是讲不标准这样子 然后就是我觉得要不断的练习吧 毕竟中文还没有到那么的流利 对 哇 那个西文网怎么觉得有点浮浮的采访报导 谢谢